为了确保年节食品卫生 县政府从去年12月就开始 鸡茶县内超市 传统市场 以及年货大街等贩售场所 茶盒糖果 饼干 休闲食品等年货 以及干香菇原产地标示 结果全素合格 今年度在抽烟的部分总共 包括我们的肉制品的部分 或是一些农产品 续产品 水产品 还有一些年节大家可能会吃到 一些休闲食品都进行了相关的测验 那今年度到目前为止总共 抽了190件 那今年的检验结果 包括我们的农药残留 或是一些动物用药的部分 或是添加物的部分 全部都符合规定 此外 县政府同时也 鸡茶县内30家年菜餐厅的环境卫生 其中24家第一次茶盒就符合规定 6家间县期改善后复茶合格 而有3家现场查获食品原料超过有效期限 县政府也依法处罚 针对我们县内的一些知名的餐厅 那我们也做了联菜餐厅的鸡茶 那今年度总共查核了30家的联菜餐厅 不过在这一次的查核过程里面 有24家我们的出茶是合格 那另外有6家经过我们的复茶 其实这6家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一些人眼的卫生 还有就是环境的部分 那经过我们的隔将近一个礼拜的复茶之后 也全数都合格了 不过在这一次的联菜餐厅也查获到 有3家的我们的业者 他在管理的部分就是他的相关的 不管是他的一些保鲜的原物料的部分 或是他的一些冷冻食品的部分 没有掌握好他的先进先出的原则 所以我们这3家业者也在近期 也被我们以食安法的部分 除办罚了6万块 货生局也提醒消费者 采买年货应该避免来路不明的商品 而是要购买包装完整 而且清除标示的产品 确保使用安全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